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忙个不停,生活是越来越好了,但事情感觉越来越空虚,对家人的关心也越来越少。 我们都知道孩子到了五、六岁就应该单独睡觉,这样能让他学会独立和保护隐私。 当然分床过程总是困难重重的,孩子会找各种借口拒绝分床。 小荣有一个六岁的女儿,今年特意隔住一个小房间给她。 刚开始女儿不适应,总找各种借口要和爸爸妈妈睡,最近女儿又说半夜总是有人压着她。 小荣刚开始以为又是女儿的借口,没想到女儿连续几天都说有东西压着,妈妈起疑心就偷偷装上监控。 看看是什么原因,当天晚上女儿睡着了,小荣打开监控,刚开始一切正常。 没想到过了一会,画面中居然出现了一个人,小荣一眼认出那是孩子的爷爷。 小荣很疑惑,她要干什么?随后只看见爷爷亲手亲脚爬上床。 她轻轻抱着孩子,目光很慈祥一直盯着孙女。 大概过了十分钟,爷爷小心翼翼给孩子盖好被子后,攀山走出了房间,小荣看着她的背影眼泪止不住流下来。 爷爷以前最疼爱孙女了,但是一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,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得了,但是唯独还认得孙女。 但是女儿慢慢长大了,也不愿意亲近痴呆的爷爷了,所以爷爷想要抱抱孩子只能等他睡着后。 小荣和老公平时心思不是放在工作,就是放在女儿身上,也很少和爷爷交流。 爷爷的内心是十分孤独的。 其实老人并没有很多的要求,只要儿女能多点陪陪,她就已经很高兴了。 如今的年轻人只顾着赚钱,对自己的父母却顾虑了。 那可是生命养你的父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